叫車急匆匆開到派出所前 台一男駕駛下車直奔直班台 一聽到爸爸的求救 遠景二話不說 穿戴好裝備立刻出發 一路上狂開警笛 只不過這裡是台南永康區 車流量本來就很大 還一度塞車卡在路橋上 抵達醫院之後 媽媽立刻抱著貪軟的孩子下車 然而這名兩歲的確診男童 十二日中午發燒到三十八點五度 下午快山陽性 晚上睡覺時突然身體抖動 父母認為可能是抽搐 但心叫一一九要等 卷責自己開車 經過台南永康的大灣派出所時 爸爸請求警方協助開道 原本到醫院要半小時的路程 只花十分鐘就抵達 當時事態緊急 為了要追上警車狂催油門 連行車記錄器都歪了 確診男童爸爸在臉書分享過程 也感謝警方協助送醫 幸好孩子在醫院治療後 病況已經穩定 隔天就出院繼續居家照護 TVBS新聞顧手唱 宋家軍台南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